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骆惠宁 1月9日下午到礼宾府 拜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林郑月娥对骆惠宁出任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 再次表示欢迎 双方就当前香港社会形势 及各自依法履职尽责 进行了充分交流 当日下午20时许 再由香港中联办主任 骆惠宁的车队抵达礼宾府 随后香港中联办的代表 和林郑月娥在礼宾府内会面 持续约一个小时 到下午40整 双方会面结束 骆惠宁在会面时表示 2018年底 率山西代表团来港考察招商时 曾与林郑月娥行政长官 进行了友好交流 对行政长官的干练作风 印象深刻 他谈到 2019年修例风波发生以来 林郑月娥行政长官 带领特区政府 克进职守 权力止暴治乱 文控局面 采取一系列措施 辅助企业 竖紧民困 做了大量艰苦有效的工作 对行政长官的勇气和担当 表示敬意 中联办将一如既往 充分尊重 权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 以法施政 双方都谈到 要按照中央要求 进一步贯彻落实好一国两制方针 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进一步推进直暴治乱 恢复秩序工作 维护香港法治 进一步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进一步加强沟通合作 更好履职尽责 共同把香港的事情办好 双方坚信 有中央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和关心 有强大祖国做坚强后盾 有香港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香港一定能重挥正轨 再创辉煌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